918玉里大地震之后 县政府和公所积极勘灾 也陆续完成家园修复 不过有一名赠灾户他向 政公所反映说 一开始家里确实有民间济师来会勘 灾损申请 辞济也会从济师来开灾 还有里长多次关怀 在县府二次协调会中 也争取到协助申请污损不堪 不过到现在居然都没有下文 而打电话去政公所询问 县政府说已经结案了 而12月16号 他还收到了县政府的公文通知说 此季休想完成已经造册在列了 叫他要赶快回复切捷申请 于时会退回原灾损的申请 让这个受债户很错愕 政长江东城19号一大早 也赶快会刊积极来处理 这位博先生指着住家裂痕 说门都关不起来 裂缝太大不知道何时会倒塌 这是今年918发生的大地震带来的毁损 不过该申请的也都已经申请 会刊的也都会刊 就是迟迟没下文 博先生说更奇怪的是 12月16号收到县政府的公文说 已经修缮完成也造册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真的 看起来是这个问题 其实他是还没有纳入修缮的队 没有修缮过的队下 迟迟来说没有办法修 他是不是有这中间就出了误差 所以他说没办法修 我们才会再申请复刊 对 迟迟没办法 他只有复刊又没来 我有申请第二次复刊吗 对 我们只有提前去没有错 玉丽镇长江东城一听到消息之后 赶紧跟公所相关科学人员到场会刊 了解状况 才发现这栋灾户根本就没有修缮 所以这一次要求建设客赶紧来办理 这个物善围 已经勘查过的物善围修复完毕 所以有承报到 传输到我们花莲县政府去 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得到的资讯 其实在博外路92号 我们博先生的灾损户 已经修缮完毕 其实这个状况的话 我想应该是在公部门跟私部门当中 传输部分的话 发生一个错误的一个状态 博先生表示 看到这附近的朋友家园修缮的修缮 整理的整理 自己申请的所有资料通通没有下文 感觉到难过又失望 现在就把希望放在这次公所的会看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